飞得木马飞碟早餐 我是人家龙民国111年2022年6月28日 星期二 星期二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 长时间飞碟早餐 反正我也没有动过 自从我在组织飞碟早餐之后 一直都维持这样的调性 每个星期的 每个星期几的7点钟的时段 是什么呢 都是清楚的 方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已经养成了就收听的惯性 你可以在固定的时间 收听到您想要的资讯 当然即使资讯对你来讲 不是即时马上就用得到的 不过大概知识性的含金量 都是很够的 星期二的时间 跟您健康有关的资讯 都摆在这里 今天我透过电话连线 请我们的来宾 为大家导读一本书 这本书是翻译书 这在7点钟的时段 星期二的时段来讲 倒是比较少见的 坦白讲 星期二的7点钟的时段 如果会介绍书 跟书有关的 大部分还真的都是 本土的出版品 都是本土的医生 或者说是 或者说是一些的 一些的附件师 等等 总而言之 都是医疗方面的专业人员 不过这本书 是天下文化 天下文化出版 有远见的系统 那这本书 叫夸大不实的医疗迷思 医师教你如何分辨 虚与实 作者 当然这个是 这是翻译书 作者是 妮娜夏皮罗 她是美国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 UCLA 医学中心 屡获殊荣的 小儿 耳鼻喉科的主任 也是UCLA 就是大卫革分医学院 的 就是说 头颈外科的教授 发表过80多篇的 专业的学术论文 他也是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的一个节目 叫做 医师Doctor的 这个谈话节目的常客 那也常常写文章 中的文章 刊登在这知名刊物上面 但是当然 我就没有 连前访问他了 所以我就请 请国内的 就是说 专业的医师 为大家导读这本书 好 今天为大家导读这本 夸大不实的医疗迷思的 你也许听完之后 你会发现 说原来 原来 原来我也有这种的医疗迷思 其实我相信 大部分非医疗专业的 病人或者民众 会出现的医疗迷思 既然叫迷思 其实他就告诉你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想法差不多 错误也差不多 那才叫做迷思 好 那为大家导读这本书的 核性致癌 致癌中心医院 核性医院 是国内 尤其是北台湾的 首属一指的 就是说 癌症治疗医院 那核性致癌中心医院的 血液与肿瘤内科 组织医师 邱伦伟 为大家导读这本书 邱医师你在线上 是 曹仙恩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早安 我是邱伦伟 是服务于核性致癌中心医院 这次非常高兴 有机会来跟大家导读这一本 发大不实的医疗迷思 好意思 叫你如果分辨蓄实 好 我问你 我问你 你在当医生 他当多久了 20年 20年 好 那所以您的专业 就一直都在学医肿瘤科吗 对 我一直都是学医肿瘤科医师 那近十年来 主要是专注在肺癌的治疗 跟血癌 淋巴癌 还有干细胞移植的治疗 好 因为只要跟核性有关的 听起来都觉得很惊悚 都压力很大 对对对对 就觉得都不是小毛病 这个是我每次 每次跟核性的医生 包括之前访问黄大夫等等都一样 就是只要是跟核性有关的 你都会觉得 大概都不是小毛病 因为都跟cancer有关 好 那你在这20年的时间里面 我先聊一聊您个人经验好了 就是说 你接触过的病人非常非常多了 就是这种的所谓的医疗的迷思 其实在病人身上应该非常普遍吧 对这个其实非常的多 我其实或许不敢说是医疗迷思 因为您知道 一旦一个人就被诊断癌症以后 他是第一个应该就是有点震惊 就是我怎么会得癌症 特别是非常注重养生的人 第二个就是惊慌 来到我们医院的第一次 我看到病人跟家人都是非常紧张的 有非常多的问题 但是不管他的问题有多少 或者是他的情绪有多紧张 最后最后一个问题常常是说 医生那我还能够做什么 能够让自己治疗的更有效 我是不是可以吃我的亲朋好友 我的家人建议我要吃这个 买这个甚至都买来送给我 那我到底能不能用 所以这类的问题其实非常的多 我不太能够说他是迷思 但是就说 其实大家真的都有这个心理的想法 就是说好那我现在生病了 我已经来到医院 然后已经找了专业的医生谈治疗 那我自己能够再多做什么样的努力 其实我觉得心理是从这个地方出发的 好那我们先跳离开 就因为因为您的核心医院的 这个治癌的经验 我们回到呢 回到这本这本书 这本书里面的所谈到的医疗迷思 我看他把它分成了分成了分成了 分成了13章 那叫包括结语的部分 那我们我们我们可以挑几个重点谈 那为什么会有医疗迷思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其实他是有需要的 就是大家想要替自己做一点事 但是其实医疗是一个相当专业的领域 所以大部分人都只能从 现代人当然是从Google 从网路上 那以前人从报章杂志上 更早更早的人可能就是听人家怎么讲 邻居怎么说 但是健康因为是关系与自己的 所以自己生病的时候当然希望生命就只有一次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把它做好 所以有这个需求 那就会有这个资讯开始出软 然后这个资讯就开始会越来越多 所以大家就开始会去找 但是有些资讯彼此间就似乎有冲突 而且有些资讯听起来怪怪的好像不合常理 所以有些人就半信半疑 但是有些人就申请不疑 所以就开始会有这种 这个是对还是错 然后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迷思在里头 我觉得是因为有这个需求 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 好那这种的迷思 因为迷思就是你有误解 你以为什么什么什么 因此迷思这个概念 很容易让人家联想到 就是说可能跟你的知识水平是有关的 请问这跟受教育水平有关吗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 因为其实我们发现非常多 就是那个教育程度很高的人 甚至我觉得最 我看过最惊人的就是 真的已经本身是就是硕士 然后硕士毕业 然后得了乳癌 但是相信那个心灵的疗法 然后安静的生活 打坐 然后瑜伽 他的乳癌就可以消失掉 那就从非常早期被诊断 拖了两年以后就变成是全身都是病 已经没有办法再治疗 后来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尽管回到医院 短短的时间半年之内就离开了 但是他是一个硕士生 硕士毕业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跟知识水平 不见得是完全画上等号的 可能也跟个人的信仰 生活的成长的经验 甚至我有遇过非常多的病人 其实后来回来以后跟我说 他为什么一段时间不想来做化疗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家人之前长辈有不好的经验 做了化疗 一个礼拜就走了 他认为这个现代医学 这个不见得是一个非常适合 癌症治疗的部分 就寻求另类的方式 对特别因为您是在核性 核性因为他是治癌的专业医院 所以大部分的病人一旦离癌了之后 就会开始努力的巩固自己的信仰 就觉得我一定有一个属于 我自己的独门的暗器 独门的偏方的是可以克服 我身上的癌症的 我一定办得到 当然在精神上意志力上面来讲 并没有问题 不过他往往呢 依附在某一些 某一些不切实际 非专业的判断上面 那这个呢 可能是在临床的医生呢 可能会经常遇到的 他可能会觉得说化疗不好 化疗反而呢 或者放射线的治疗啦等等 可能会让你走的更快 本来呢还好 结果一进去之后呢 就没有出来了 或者不要开刀 开刀呢可能会更糟 类似这种声音呢 可能呢都常常常听到 再加上有一些的名人 我不知道这个比喻 对不对 比如说比如说苹果的 这个Steve Jobs 他的疗障碍 可是他其实有很长时间 他其实是很排斥这种的 这种的正统的医学的疗法的 对不对 对对 从他的自传可以看得出来 他花很多时间在做一些 就是所谓的健康饮食的疗法 可是这种 那为什么就是说这种 已经是 已经是 就是说呢 资讯业的天才 巅峰 大家都 都把他当神一样的 神级的人物 都还是会有这种的迷思呢 这个 其实我觉得 其实像这本书里面的第九章 他有提到那个叫做 辅助性令类疗法 就是他现在你的问题 他其实跟你 你提的这个问题 跟这个辅助性令类疗法 这一章节里面 写的很有相关 他就是认为是说 像这种 我们并不是说 什么打坐镜坐瑜伽 或者轻流椅子 这些事情不好 但是啊 就是说 这些其实并没有经过 现代我们所谓 现代医学科学 严谨的检验 跟临床试验 去证实他对于 某一类癌疗 是不是真的有效 所以在我们看来 他其实是应该是一个 辅助性的疗法 而不是一个正宗的疗法 那在这本书第九章里面 并没有非常的反对说 那辅助性疗法 我就不能去接触 不能去执行 但是其实你应该要跟正统的 医学的治疗的方式 合并在一起 或许会有更大的效果 那为什么 像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会有这一类的选择 有时候我觉得 就是可能是网路上 充斥的非常多的资讯 而对于这个资讯的叛读上面 有自己选择的一个bias 然后而且 而且Steve Jobs他其实是 接受了手术 然后好不容易从手术中复原 所以他在后面的这个过程中 他其实是有接受正统疗法 只是到后来这段时间里面 他越来越倾向于 就是这种辅助的疗法 完全往这个方向进行 所以我也不能说 他完全没有接受正统的疗法 但是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尽管是像他这样子 全世界知名的人物 仍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然后就更何况是我们一般的人 好 在我们县上的 是核性自癌中心医院的 血液肿瘤科的内科组织医师 邱伦伟 他刚刚也提到 他已经在县上的职业 20年以上 尤其我很坦白讲 就只要跟核性有关的 可能都会让你有点紧张 那家人或者朋友 如果到核心医院 你大概也会很简单 你就本人就会觉得说 这不是小毛病 好 那因为他是致癌中心医院 但是不管是面对 面对怎么样的 就说的 就说的这种的身体的状况 有很多时候 我们会对一些 以偏概全的 或者是宣兵夺主 宣兵夺主 比如说把辅助性的疗法 当做是主要的疗法 或者唯一的疗法 那叫做宣兵夺主 并不是不可以 没有人反对 你如果要做瑜伽 你要做很多的心灵的疗法 你要祷告 我想不会有一事 去反对你做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以为 这些的做法 可以当做是一个疗法 然后来取代 正统的医疗 那这就是所谓的 迷思的问题 好 那我要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再请邱伦伟 我们挑几个常见的迷思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本书 夸大不实的医疗迷思 医师教你如何分辨虚与实 那天下文化出版 进广告 回头之后 继续跟邱伦伟聊 请稍等 非得莫非得早餐 我是腾家楼 来今天星期二的时间 我透过电话连线 访问核性治癌中心医院 血液与肿瘤科的内科组织医师 邱伦伟 请邱伟邱医师 为大家导读这本 天下文化出版的 夸大不实的医疗迷思 那医师教你如何分辨虚与实 那这翻译书 做着我刚才介绍过了 就不说了 那这天下文化出版书 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 那里面的一些的医疗迷思 他其实 因为他自己是个专业医师 看起来他也是一个很不错的 就是说 这种跟医疗有关的 这些议题的写手 所以他也常常的投稿 所以在书写上面来讲 我觉得可读性能是非常非常高的 就信手年来讲 读起来没有那种医疗书的枯燥 好 那请这邱伦伟为大家导读 为大家导读 来我们挑几个主题 我们从最近的比较热门的 比如说疫苗 疫苗的施打 而且就是全世界 在这波的COVID-19里面 主张打疫苗的 跟反疫苗的那个力量 即使不是五五波 可是大家都很坚持 反疫苗的那个力量 其实也无比的强大 甚至于上街头刻意的不戴口 口罩我跟病毒拼了 觉得疫苗打疫苗 不但强制打疫苗 是不对的侵犯人权 甚至告诉你 打疫苗对身体更不好 我们如何看待打疫苗这件事情 疫苗这件事情 其实在我们学医学的人来讲 它是好处是绝对多于坏处的 在这本书里面 作者他提到了 他其实在两个章节里面 有提到疫苗 一个是第三章的因果之争 然后第十章的群皮免疫 他第三章的因果之争里面 他其实有提到那个儿童打疫苗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小时候生出来 就要打很多的疫苗 包括什么白猴白猴 波伤风 然后小儿麻痹 你的宝宝手册上面都是打疫苗的资料 对都是打疫苗资料 其实在最刚开始要打这些疫苗的时候 其实在美国是有非常多的声音 有非常多的反对 最主要原因就是有名人的小朋友打了疫苗以后 发生严重的副作用 就过世了 所以就开始兴起的反疫苗的运动 甚至也有非常有名的肠胃科的医师 就发表了文献 就说打疫苗 小朋友打疫苗会有自闭症 但是后来仔细去看这个文献 发现说他的个案只有12个人 而且都是在一岁两岁 自闭症本来就在一岁两岁就被诊断 所以他投稿非常有名的期刊 但是最后这个期刊 在几年之后 发现他的投稿的资料 其实有作假就把它撤掉 但是这个消息一出去 其实已经造成一个大众的一个信念 就说打疫苗其实是很危险的 小朋友打疫苗可能有自闭症 或什么是躁动这些问题 所以就到了大家开始反疫苗 而且这个风潮 这个观念也到日本 有跑到日本 所以像日本其实对打疫苗也非常的担心 所以他们会有反疫苗的运动 其实最近刚好在这三年 就是COVID-19的疫情之下 其实赞成打疫苗跟反对打疫苗的 其实是势均力敌 但是我们来看看数字 其实数字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说疫苗这件事情 其实疫苗这件事情 真正产生疫苗副作用的真的是不多 真的是不多 在美国的统计里面 他去做小孩子的统计 每年他们有400万个新生人出生 然后算这个400万个新生人 他们在两岁三岁之前所打的疫苗的次数 跟最后他们接受到 美国中联邦政府接受到 那个投诉 就是说申请 这个因为疫苗伤害造成的 这个要申请这个补偿 15000件的补偿里面 他的总打的疫苗的总数 就是说这个补偿时间 除以这个疫苗的总数 其实10万件里面只有4.5个案件 如果这个15000件 这个申请的补偿都是真正的话 10万次的疫苗里面 对不起 100万次的疫苗里面 也只有4.5个副作用 所以但是疫苗能够预防的 以百日科这件事情来讲 如果小朋友不打百日科在美国 一年大概会有接近30万个小朋友 得到百日科 然后大概要有7500个小朋友过世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这个差距有多 就是说如果你是接受这个疫苗 其实你可以拯救非常多小朋友的生命 然后而且你可能付出的 那个可能的风险 100万其实不到4.5 那我们来看看最近这个新冠 新冠病毒引起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有去查了一下 我们看跟我们台湾比较近的 这个这两个地方 一个是南韩 一个是香港 南韩这波Omicron的疫情 大概在1月开始起来 那如果我们从1月开始 每天他们3000例 到达高峰60万例 到最近6月份 他们每天现在大概都 还7000到8000例在确诊 所以如果你以这个1月到6月 从开始到高峰 再到现在下来 大概5个月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得出南韩全部的统计数字 他在整个得病的人 大概是1754万 就是染疫 1754万染疫 那他全部人口是5178万 大概是台湾的两倍半 这个染疫的人数大概是30% 如果以这个染疫的人数 去看他死亡的人数 他最终因为这个新冠 新冠疾病死亡 大概是25000人左右 所以大概是0.13% 那香港大概也是类似的状况 那香港就是他的疫情的时间 比较短大概三个月 因为他人口非常的密集 大概800万人口 然后居住很密集 上来快下去也快 对就很快下来 那他的那个死亡人数 当然就是因为香港 可能那边接受疫苗 特别是老年人接受疫苗的程度 其实没有那么高 所以他的死亡率达到了0.7% 那南韩是0.13% 那我们看看我们最近台湾 台湾现在大概官方的数字 大概确诊的大概是340万 那当然有很多的黑数 那我们死亡人数 大概已经接近5500人 所以我去换算了一下 这个死亡的比例 大概是0.16% 所以南韩大概0.13% 我们大概0.16% 但是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你回去看两年前 在那时候还没有疫苗的时候 你看各个各国 大概爆出来的数字死亡率 大概在2% 25%左右 我的意思是说 打疫苗有没有好处 你从那边回去回推 如果台湾今天都不打疫苗 然后我们参考南韩30%的感染率 就是不打疫苗 我们只感染30% 那这样算很幸运 因为我们不打疫苗 那我们2400万人口里面 约略要有700万 我们说保守一点500万 500万染疫 我最终要有2%的人要死亡的话 其实就是10万人 所以如果你从这个数字去推估 当然我们这个只是推估 但是你逻辑上去看待这件事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打这个疫苗 可能有这个好处 那当然我们没有算计说 我因为打疫苗相关 可能因为打完疫苗以后 我们听到很多疫苗注射完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就突然间就可能心肺衰竭 或者心肌梗塞 或者中风 或者血栓就过失 我们并没有把这些人数算计 但是我相信 如果我们去把它加种起来 包括现在因为新冠感染死亡的人数 加起来 其实会远远少于10万 所以如果你从这边来看 只是单一最近疫情这个例子来看 其实疫苗是有它的好处 疫苗的人会认为说 你这个是违反人体的自然的一个方式 你现在用什么很新的方式 疫苗注射进去 会不会造成基因未来的变异 疫苗问题 我觉得当然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 都是可以被未来去验证 但是在现在这么紧急的状况之下 我个人其实认为打疫苗可以不分的人 而且可以降低最终的死亡人数 所以疫苗其实是有它的好处 再加上美国小朋友打疫苗的资讯 这个统计 这个已经是几十年的统计下来 也远远的证明说疫苗 所以我觉得像疫苗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看到的迷思就是反对的人非常的反对 其实如果你从数字来看 事实可以告诉我们 它其实是有它的好处在 对 不过因为COVID-19的疫苗 它就是一支出来了之后 其实都是不完整的疫苗 很多都在EV的情况下下面就上来了 然后就开始就施打了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更没有安全感 再加上因为疫情这么大 导致就是说有关打疫苗之后的这些的状况 在媒体上面就大量的曝光 我觉得很多的医疗的迷思 或者说是这种的抵抗 常常跟媒体报道的放大是有关的 这个你们在医疗工作应该会感觉到吧 就是媒体一旦报道了之后 即使在科学上面告诉你说 这个比例非常非常低 可是你知道人就是这样 就是我管你低不低的 哪怕是十万分之一 如果是我怎么办 那大家就会开始钻牛角尖 我常常开玩笑讲说 可是你在买乐透就不会这样想 你在买乐透就不会想说 那个投奖的几率只有几千万分之一 你还是买 因为你觉得你可能是那一个 就是他是倒过来的 对所以在这种的 就在临床上面来讲 我猜想很多医师 就算你刚刚这样子苦口婆心的 做资料的整理 然后去跟大家解读 可是要去说服这种有疫苗迷思的人 那还是很难对不对 我觉得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我先这么讲 就说其实现在的媒体力量 网络量非常的强大 这个已经跟20年30年前的 那个报章杂志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现在有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那个晚上在睡觉早上起来 那个西方世界的新闻也进来 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其实媒体力量非常的强大 那其实媒体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殊 我认为有它的特殊性就是说 它其实是可以有一个很快的渲染力 当我一个标题出来 譬如说Michael Jackson的突然的死亡 全世界突然的死亡 然后也不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它讯息传递的非常快 那尽管后来 这本书也有去提到Michael Jackson 他用的那个药 那个药其实在那个状况之下使用 他的医师给他使用 其实是对 那个叫Propofol是一种白色的 一种镇定安眠 所以我们常常病人需要插管的时候 让病人镇定安眠使用 它其实比过去传统的药 其实安全性来得很多 但是就是用在不对的地方 但是你知道吗 在那个瞬间的新闻的放大之下 大家就开始不敢用这个药 当然啊 而且那医生好像 那医生就变成是众矢之之地啊 大家第一时间就觉得说 Michael Jackson被那医生给害死的 这医生是有罪的 对对 所以我会觉得是说 的确他现在这种网路 这种媒体讯息的力量非常的强大 强大到也是我们第一印象一进去以后 其实后面尽管有在其他的说明 印象都不容易被磨灭 所以其实这本书 为什么我觉得它其实非常有价值 我觉得它非常有价值的原因 就是它其实写出了各个面向 其实不是只有在医学 它还有包括健康美容 年轻 水 河水 还有营养的部分 它就是要告诉我们 如何在现在这种海量的资讯 而且这个媒体这么多讯息里面 然后这么多具有 其实都是具有知识性的一些资讯里面 我们如果在这些海量资讯里面去 找到我们真正对我们是有益处的 的一个方式 而不是就被这些资讯给淹没 或者看到一个就相信一个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真的还蛮值得 大家买来看看 它不是里面的 对它里面的讯息的正确的程度 或者它要告诉你什么事 而是它教你如何去分析跟判断这个讯息 因为书里面也提到说 我现在讲了或许几年之后 它就这个事实就变了 因为医疗是医疗健康资讯是 随着我们不断的知道的更多 它就会更进步 所以有可能今天是对的 五年之后它其实就反而是错的 其实里面也提到 类似像这样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真的蛮不错 我从这本书里面也学到 很多去判断资讯的技巧 好 我要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我继续透过电话连线 访问核性致癌中心医院的 血液与肿瘤科的内科组织医师 邱伦伟 请邱医师为大家导读这本 夸大不实的医疗迷思 那医师教您如何分辨的虚与实 那这本书的天下文化出版 那基本上当我们在谈所谓的迷思的时候 迷思这叫迷思 它就是有一种顽固性 这种的顽固性 除非 除非 除非遇到一个 一个非常强大的发生在自己身上 或者是周周遭的一个case 可以去 去让你改 改宗 好像改变信仰一样 否则呢那个迷思呢往往是牢不可破的 他甚至于呢可能支配你一辈子 那碰到什么事情 不打疫苗 我什么疫苗都不打 我不吃什么东西 我什么东西都不吃 或者呢当我生病的时候呢 我相信呢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就可以好 感冒的时候呢 不管不管怎么样 哪怕肺炎已经发作了 但是我只要躺着 我喝水就可以了 类似这种的 每个人 每个人在对待自己的身体方式的 那一套的 属于个人的 非常非常私密的这种的互动的方式 你都可以称为迷思 来我进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我们再来谈一个谈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话题呢 其实 其实是我在工作上经常遇到的 比如说我做新闻工作 我在星期二的这个时段 我经常会谈到呢 一些呢 一些一些国际上面 媒体几乎天天都会抛出来的 一些医疗的医疗的研究的资讯 告诉你说我们又又发现了什么了 又又怎么样新药 或者又发现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病呢 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或者什么东西呢 可能呢 对对你呢 你以为是好的 结果是不好的 类似呢 这种的讯息 经常都是用那种的 博眼球的 非常震撼的方式呢 会推送到你的面前 尤其在个网络的时代 你每天接收到一种的 全新的 但是你没有能力去分辨 查证的医学资讯 太多了 那这本书里面呢 有一个片段在谈到 诈骗充斥的伪科学世界 哪些医药研究真正值得关注 来进广告 回头之后呢 继续访问了 邱伦伟 非得忘记的早餐 我是南家楼 来最后的一段的节目呢 我继续透过电话连线呢 访问了核性治癌中心 医院的血液肿瘤的内科组织医师 那邱伦伟邱医师 那请了资深的邱医师呢 为大家导读这本 夸大不实的医疗迷思 那医师教您如何分辨虚与实 在天下文化出版 我刚提到 就在我的工作上面来讲 或者很多人跟我一样 都会接收到很多的 这些医疗资讯 接收到的时候 因为是媒体推送到 到你的手机 到你的看得到的一个位置上面 你只要看越多这种东西 他推送就越多 那这个是呢 这是网络的演算法的必然 你就会冲刺的各种的 医学的资讯 可是这些资讯呢 说实在浩瀚如海 每天的都会很多 而你根本没有能力呢 如果你不是专业的 你连查证的机会呢 都不会有 他往往也都经过一些 专业的包装 比如说在哪个 哪个国家的 哪个医院的 哪个医师 经过了多少年的研究之后呢 他发现什么什么什么 我想问 这大概是一个标 标准的pattern 你大概都会都看了 看了之后 你大概就生性不已啊 或者是哪一份的 期刊的报道 那如何如何 类似这种的 这种的报道 这种的医学新知 医疗研究的最新的成果 其实深入到我们的资讯的 许多的领域里面 那这个篇章在讲说呢 诈骗充斥的伪科学 我们如何在这些医疗资讯里面 去分辨伪科学 伪科学这件事情 是从很久以前开始就有 但现在真的是变得 非常非常的泛滥 原因是这样子的 就是 其实现在的医疗工作人员 医生啊 或者包括大学的教授 其实都有发表 发表论文的 paper的这个压力 那但是 在我们专业领域来看 譬如说像我自己的 学一种留科里面 其实我们最顶尖的期刊 就是那几本 大概就是那几本出来的期刊 我们会觉得是可信度很高 但even是可信度很高 其实在发表了 甚至一两年之后 都会有人提出质疑 甚至有些说要重新再做修正 然后甚至会被撤销 表示他的资料不可信 even是最好的期刊 但是现在变成是说 因为大家都有这个需求 那有需求就创造了市场 其实会有一些劣质的期刊出来 那个劣质期刊的运作是这样 就是说你只要投稿他就刊登 但是你要付费给他 所以他最主要就是你付费给他 他就帮你看登 那这个就听起来就有点奇怪 因为非常好的期刊是这样 他大概刊登率 可能只有1% 2% 就是100篇的投稿 大概只有一两篇会被选上 那被选上以后才能够刊登 所以如果你的研究不够好 不够客观 不够是有价值的 其实你是几乎没有这个机会 但是现在因为太多的研究学者 有这个需求 所以就变成是说 这种伪期刊就出来了 然后他甚至是邀稿 像我本人也是几乎每天都接到 就是email list 里面就接到说 我有一个东西 我有一篇是在哪里报导过 发表过 在讨论会里面发表过 要不要冲到他们的期刊去发表 怎样 所以我们就要非常小心 就是说在我们看 当然非专业人士去看这个会有困难 但是我想就是可以提供几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报导里面 告诉我们说专家建议 专家推荐 临床证实这些话语 或者是说在某某期刊里面研究显示 这些其实我们都要非常小心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一个专业的建议的时候 我们的说法会是说某某医生 譬如说举伦伟医师在1980年 或者是说2012年的某一个期刊上面 发表了一篇名为什么样的一个标题 那里面他收入了多少病人 譬如说肺癌的治疗 收入了2000个病人 那要哪一个疗法比较有效 那结果是A疗法胜过B疗法 那达到统计值的意义 那这样的一个描述性的话语 而且可以把那个参考 那个reference附上去 说明这个部分 然后来下一个简单的结论 或许这个还比较有价值 让你进去看仔细的内容 这个都不代表一定是正确的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发表这个期刊的时候会说 他统计值有意义 但是我们再仔细去看里面的时候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譬如说那1000个人里面的A疗法 比较有好处 但是1000个人里面 他居然只有300个人完成这个疗法 另外700个人都因为副作用 就没办法完成这个疗法 那你还说这样有好处 这个就让人歧义了 那另外再来就是说 有一些期刊的最后面 或者新闻报最后面会告诉你说 这个期刊的发表 是某某公司资助的 譬如说像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说 蓝莓公司 一个蓝莓精华的商业公司资助了一篇 一个学者做了蓝莓精华的研究 然后就说他可以增加我们的活力 然后让我们更健康什么数值下降 那你其实你用common sense去想念 你也会知道说 这个公司就是卖资格的 然后他资助了一笔钱给一个人 然后讲了这一句话 那我到底要不要相信 其实我不是说要去针对他这个内容 是真还是假 但是光是靠这样一个客观的判断 这个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学这个判断 就可以知道说或许我对这个资讯要相当深 那第三个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医学专业领域里面来看 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会比较能够相信的 就是说其实看到第一篇报道 第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发现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会很兴奋 但是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都会去想说 那有没有办法重复这样的现象 譬如说在美国的医疗机构 美国的医院发表了这个现象 某一个药让这个癌症的控制增加了10% 那我在台湾是不是也有增加10%的效果 我在欧洲英国某一些国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效果 如果我在很多的地方用同样的治疗的方式 都能够让这样的病人达到增加10%的存活率 那这个事情大概就是真的 但是如果你只有一个报道一个机构 说有这样的一个宣称有这样的一个疗效 这样的一个进展这样的一个成就 达成这样一个里程碑 但是在其他的医疗院所照着做都没有办法复制的话 那我们就要去怀疑这个事情的真谓 这个其实在我们医疗领域里面常常发生 我们都会发现说为什么只有这家医院可以做出这样好的结果 那不是说不能相信他的结论 而是你要去看他的影响的因子在哪里 所以诸如这种我们去看网路的这种健康的资讯 怎么样去判断 我觉得这些蛛丝马迹都是可以提醒大家来看 那像这个张杰林的伪科学 他里面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小例子 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他说这种伪科学造成很多的研究学者非常的困扰 所以就有一个学者就做了一个恶搞 就恶搞一件事情 他什么恶搞你知道吗 非常有趣 他就写了一篇研究 这篇研究找一个说有一个物质 然后他有抗癌的特性 然后他就把这个抗癌的特性就描述 完全是他想象的 然后方法也都是很奇怪的方法 没有看过的方法 然后数据也都非常奇怪 但是最后就说他有抗癌的特性 然后他就把这篇文章 就是投稿到304家的这种 这种很糟糕的劣质期刊 304家居然有157家接受了这个论文 而且对外发表 这个真的是太奇怪 就是完全是假的 连作者都是假的 他的名字都是假的 一堆作者的名字都是假的 内容都是假的 事实都是假的 但是居然有一百多家的 的那个期刊就发表了这个论文 所以就知道很多很多的 很多我们以为的 以为的专业 以为是有一些权威掌控的 这些的讯息的管道 其实不像讲的那么牢靠啊 对 所以这个是真的要很小心的 去看待这些资讯 好 但有一些 有一些刻意的出来恶搞的 要去戳穿一些的 假象跟迷思的 那个大概还能理解 我其实对这种的 有关于 有关于这种的伪科学的 就是 他明明背后呢 可能包装的某一些的商业利益 比如你刚刚讲 就是说好 可能 可能 可能什么 什么蓝莓的 什么 什么协 协会啦 出 出钱啦 那就 那就请 请人家呢 做一个 做个研究 或者写一篇的文章 说呢 常常吃蓝莓 有多大多大的好处啊 这是 这是真正的超级水果 我们常听到超级水果 那你只要一听到超级水果的时候 哇 这个是全世界最好的水果 吃了有百害 有百利无一害的 那你要 要多吃 那你就忍不住 说那水果 别的我买不起 水果我买得起啊 那我就多买一点啊 那或者像是 好 比如说这些呢 奇异果好了 奇异果也是一样 奇异果是一个商业行销 超级成功的水果 那类似这种 这种超级什么的 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讲 很难去对抗 而且大家会觉得说 那没关系嘛 那吃了就算被骗了 也没有多大的坏处啊 大家的心态 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 又不是吃药 因为没有多少钱 所以类似这种的伪科学 其实在这种的资讯充斥的环境里面 大部分消费者 根本没有办法去辨识 但是在医疗体系里面 他也没有办法提供太好的查证的机制 对不对 这个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困难的部分 像唐先生刚刚讲的 就是说 其实就花钱吃蓝莓也没关系 但是其实很害怕的是说 万一造成身体的受伤 譬如说像唐先生一定记得 大概二十几年前 那个减肥菜 减肥菜的世界 那个手工木 那手工木就造成很多女性爱美 然后要减肥 后来反而肺就受伤 变成肺纤维化 像菜瓜布的肺 后来很多人都死亡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当一个东西 其实我们在癌症的领域 这真的蛮有趣的 每几年就流行一个事情 每几年就流行一个事情 好像最早的流行是绿藻钉 后来一阵子后来变褐藻钉 最新当然就褐藻糖椒 而且广告很多 广告非常非常多 对然后后来又是什么红肉这个问题 然后癌症喜欢吃糖 其实你会发现木树牙 这真的是一阵子就流行 而且每次流行大概就三年 短的话一两年 长的话三五年 所以这个其实要非常非常小心 其实有时候 特别对自己身体健康这件事情 我们要关注 我们要理解 但是可能不要太快的跟风 所以有时候会伤害身体 好当然因为这种的讯息 有的时候是一些 是一些口耳相传 所形成的藏民文化里面的刻板印象 但是有的时候 更让你觉得触目惊心的 但是你又无从分辨的 其实是某些的医疗 食品的一些的机构 他其实经过包装的炒作 这种的炒作 当然是一种商业的带风向 但是问题是 你就被带了 而且无从分辨 那如果是医疗的东西 或许你或许会比较谨慎一点 因为你会觉得 那个可能侵入性 或者是会有一些的身体的危害 或者金额很高 可是如果是一些的食品 不管是刚刚讲的什么 什么胶 什么枣 或者是哪一种的水果 或者哪一种的营养补充品 这种几乎每个阵就会带动 一波的风潮 然后位为风潮 大家都觉得 好像把它当作是赶流行 赶时髦一样 那我只提醒大家 虽然不见得会有多大的害处 可是也不见得会有好处 好 那这个最少你把事实弄清楚 比较重要 好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跟在我们线上的 核性自癌中心医院的学医 与肿瘤内科的组织医师 那邱伦伟丘医师呢 为大家导读这本 天下文化出版的 夸大不实的医疗迷思 那医师呢 教你呢 如何分辨虚与实 里面呢 讲了许多呢 我们常见的领域里面的医疗迷思 你可以把它呢 当故事看 看完了之后呢 以后面对到医疗 或者跟自己养生保健 或者跟自己 不管是刚提到的美容啦 减重啦 或者是抗老啦 运动啦 喝水啊 等等这种 在你日常当中来讲呢 你都觉得反正 反正就 就是这个样子 在操作的 这种呢 跟你健康有关的 生活的习惯 你看完了之后呢 也许会有不同的体会 感谢呢 为大家呢 导读这本书的 邱伦伟丘医师 感谢 谢谢 好 下回呢 再麻烦 欢迎来呢 来现场呢 上节目 来我们进广告 广告回头做新闻